真的比较大的比较小啦 你现在来的比较小 因为已经为生了嘛 对 从小就开始做了 所以这个番茄也是以前留下来的吗 不是不是 这是芋苓 我们这边缘分比较重 它芋苓不会很大 又没有吹大 吹大 对啊 番茄又可以有一种 一种给它大一点的 你没有吹 所以就是直接这样子吐 对 就当它吐生吐长 哇 也不吹甜 所以我的芋苓完全不 不很甜 我没有撒农药 你看大家都是 没有撒农药就很漂亮了 本来就是很漂亮 可是它一包 没有你没有给它撒农药 没有给它让它自然 它就会把这个芯 就是扣上来 就是好像Q芯嘛 像刚刚阿姆说啊 这个就是它们就是完全就是 那个咸的甜嘛 然后就是都没有加什么番茄 加肥料啊 咸地啊 种起来比较好吃 这样 这个可以吃啊 你看它吃到精进油 很甜啊 很好吃 这样就 我这样就可以说不要摧甜 嗯 因为芋你吃的是完全甜味 没有酸酸的 没有带的酸的 只有番茄的酸味啊 没有味道 都没有味道 我们这个是有 虽然小一点 可是有味道 嗯 有层层的 很香 很番茄很香的味道 不能用这个果汁 不能用这个烤啊 烤啊 都会烂掉 都要裂掉 所以它只能用手悬吗 嗯 我们这大中角 这个是小粒还是中的 要做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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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中的 做大的就是 比 还要再大一点点 没有大的 没有大的 没有半 那这是中 如果你想要比较 口感比较 嗯 比较好吃的 就是要比较爽的 有没有 就是挑大的 然后中的话 它就是会比较 就要刚好 没有像小的话 就是一口下去就没了 正常我们都吃这种啊 小番茄啊 这是中的啦 而今天呢 我们在阿姨这边 阿姨她都是 今天到底她都是自产自消 刚刚吃的时候 他们番茄真的是 酸酸甜甜的 然后没有说像外面的番茄 那么的甜 甜的很不自然 然后这个是很自然的 他们都没有 他们是加肥料 可是它是无毒的番茄 然后就是还蛮健康 接下来就是 我们要抽那个 三位在底下留言的观众朋友 然后这边就是 今天题目就是 我们是 这是什么样的番茄 是什么品种的番茄 如果你知道的话 那在下面留言 我们会抽出三位 不信心的 所以我们今天 看到我们有些人的 词词 如果我们有些人的 我们有一些人的 我来说 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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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词